今年的NBA有一個新的賽制 叫做NBA Cup 這個是首度出現NBA的全新壯舉 原因是因為NBA現在的總裁 Adam Silver非常希望模仿 歐洲的這種足球賽制 在季中打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在歐洲足球 在季中都會打這種杯賽 甚至呢 看英國 看英格蘭 他們還要在季中打兩個杯賽 不過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是打一個杯賽 在歐洲的一個籃球 其實也有這種季中的一個杯賽 所以呢 NBA決定說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 季中打一個杯賽吧 因為WNBA其實就已經有了 WNBA有一個叫做Commissioner's Cup 就是主席杯總裁杯 這個NBA現在在今年開始實施 要怎麼樣讓球員有這樣的一個動力呢 因為你拿到NBA Cup 有什麼好處呢 這些NBA的一個球員沒有好處的事情 你說他們會去做嗎 有 最基本的一個好處 基本上就是給你錢 給你錢你打不打 當然打 那NBA Cup呢 是每個人冠軍球隊啦 冠軍球隊每名球員 可以獲得每名球員喔 獲得50萬美金的一個獎金 高不高 非常高啊 當然你說像LeBron啊 這種年薪 這個幾千萬的一個人 看這個50萬看沒有 但是呢 如果對於一些那種角色型的一個球員 50萬很多耶 然後亞軍的球隊呢 是20萬 打進到4強的一個球隊 是10萬美金 打進到8強的球隊 是5萬美金 你這個都是每個人 每名登陸在名單當中的球員 可以拿到的一個價錢喔 所以見錢眼開 球員工會呢 也說樂觀其成 球員工會也贊成打這個NBA Cup 那至於這個NBA Cup呢 是什麼時候打呢 這個今年呢 就是定在11月 分成在11月的4個週五 跟3個週二來舉行比賽 為什麼安排這樣的一個日子呢 當然一方面 是為了要錯開某些NFL的重要賽事 大家都知道NFL 有星期四的足球業 有星期一的足球業 星期天呢 更是他們的這個比賽的一個 重點的比賽日 所以避開這些日子 星期五跟星期二是相對起來 賽事比較少的兩個這個兩天 所以呢 就選在這兩天來進行操作 總共呢4個週五跟3個週二 然後呢 冠軍決賽會在拉斯維加斯 舉行12月9號 這個是用美國時間 12月9號在拉斯維加斯 舉行NBA Cup的決賽 然後呢 4強賽是在12月7號 8強賽是在12月4號跟5號 再經過這樣一輪 總共把30支球隊分成6組之後 每支球隊5組 然後呢 這怎麼分組 就是按照上個賽季的 Standing上個賽季的一個戰機排名 分成PART1 在每個分區排名1到3名的 是在PART1 這個就按照實力分級 總共分成5級 每一級呢 這個3一支球隊進去 所以呢 總共把30支球隊公公平平的分好 那至於你會不會覺得NBA球員 NBA球員精打細算 如果你要我多打這種杯賽 不算在這個例行賽當中怎麼辦呢 因為事實上在歐洲足球 這些杯賽呢 是不列入他們例行賽當中的一個賽程的 這個是另外份開計算的 那NBA球員當然你不能這樣對他 要不然他大功起來不給你打球 所以呢 這些NBA杯賽呢 每一場比賽都算是例行賽的一部分 所以呢 在今年NBA事實上排出來的一個賽程呢 是原本應該是82場比賽嘛 但是呢 變成80加2 為什麼是80加2呢 原本的80場是已經先排好 但是呢 會有22支球隊打不進最後的一個八強 那所以呢 你這樣打完以後 剛剛好再把你這個另外兩場給補進去 這兩場補進去補什麼呢 就是你沒有打進去嘛 那我就找一個跟你一樣沒有打進 到最後八強的一個球隊跟你來配對 東區就打西區 西區就打東區 所以你剛剛好會是82場比賽 至於打進到八強的一個球隊呢 你也剛剛好 因為呢最後你要打八強賽 你的賽程呢 也會剛剛好是82場 唯有一個例外 就是拿打進到冠亞軍的球隊 打進到冠亞軍 你看在前的一個份上 變成例行賽 你會打83場 但既然你看在有錢賺的一個份上 球員也不會有太多意見 沒關係 多打一場 多賺一場 所以呢 OK的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暫時解釋了這個NBA Cup 實施的一個細則 那至於呢 到底今年球技實施下來 會不會精彩呢 事實上我們看到 在上個週五的時候 已經進行了這個 NBA Cup 第一輪的一個比賽 打得非常激烈 包括說 追貓克林那個 到底有沒有進的一個補籃啊 等等的 其實打的是非常精彩 相當的一個刺激 對於這樣NBA 全新的一個賽季嘗試呢 當然你可以理解 為什麼 為什麼選在11月份呢 因為11月份 NFL開始進行到季中了 大家為了要爭取季後賽的一個席次 拼得非常兇 而另外一個college football 就是美國大學的美式足球 也準備要開始進入到最後的倒數計時 能不能進到最後的一個這種決賽圈 能不能進入到最後的一個杯賽圈 就已經開始要競爭激烈了 所以在這個11月份的時候 NBA因為賽季剛剛開始 大家可能還沒什麼動力來看比賽 所以為了要能夠跟NFL 還有college football 打到火熱化的一個這種情形之下 有一點點競爭的一個話題 所以NBA決定 你今年在11月份試辦看看 這樣子一個比賽 看看成不成功 當然這個比賽呢 這種這樣子一個改變 一定是有好有壞 像是當初 NBA開始實施Playing的時候 大家呢就覺得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現在大家都愛上了